雷歐聊世紀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庫曼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石灰岩地形 OK 我們終於回到了天梯比賽裡 終於最近的比賽都告一段落 我們先回來天梯看一下 Y.O.跟丹尼爾在天梯遇到的這場比賽 那帝國戰爭開局有聰明書18春 所以一開始就可以去幹嘛就射箭場 開始打架了 跳過前期的無聊的開農過程 對一般來說應該是蠻無聊的 那其實世紀帝國黑暗時代還是有很多細節可以去做的 例如要怎麼去維加或是資源調配 也都蠻重要的 那如果一開始就進入封建時代的話 遊戲節奏是大大不同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Y.O.這邊封建時代是經典的一級伐木 丹尼爾這邊也是 那丹尼爾這邊的文明特色是庫曼仁 庫曼仁 庫曼仁的話 他是可以現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補下城鎮中心 雙TC開農 所以庫曼仁呢 這邊也可以打算打馬就射箭場 而且都有蠻多的折扣 那他補這些射箭場跟馬就的時候 可以更快成型自己想要打的兵種 欸這怎麼還有個洞啊 哈哈馬上補一下 Y.O.這邊呢 則是有伐木速度的優勢 所以走攻兵路線是非常適合的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賽特攻兵路線不是很弱嗎 而是帝王賽事情 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攻兵路線 賽特還是很好用的 甚至還可以考慮轉騎兵 好這邊射掉了一隻馬 還有剩下殘血的 那騎兵單位呢 現在是沒有這個三級馬卡的 和城堡時代一樣有騎士喔 但是沒有品種 這一點可能要小心喔 沒有品種騎士對打很容易出事 好所以繼續強攻 再補一個4級繼續防守 現在Y.O.是走一個防守式的關係 所以要到位夾住 卡住不要讓對方溜進來 右側有大量強兵守著 城堡時代補下了 Y.O.這邊是走防守式 走時代升級路線 卡尼爾這邊稍微慢了一些 但並沒有慢太多 現在Y.O.的資源速還是領先的 好那庫曼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開TC了 但是庫曼這邊是賣石頭的關係 所以生時代稍微快了一點 如果沒賣石頭的話 可能要再更慢產生城堡時代 那現在要開TC的話 還要把石頭再買回來喔 這邊有個小交戰 槍兵全食 賽爾特人繼續出工兵雙四箭場 那賽爾特人的攻擊速度喔 這個工程器的攻擊速度會比較快喔 所以會比較適合 城堡時代開始轉爐炮啊 投石車之類的工程器械 會比較適合這個為例 那如果要這樣打的話 就要搭配重裝長槍兵作為防守會比較好 那賽爾特人如果是走工兵路線的話 搭配的東西可能就是投石車或是騎士了 那投石車在這個方面來說是比較全面性的 不管你是要反制對方的毛兵單位 或是工兵都很適合 而且投石車呢打這個建築物也很痛 要去控制對方的城市中心也是ok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要打賽爾特人的話 可以考慮補一些工程器前壓 唉唷 這裡果然是要總工程器 但對手這邊一個丹尼爾四隻肉馬 抓到了蓋工程器的車女 ok 所以現在YL沒有辦法很好往前 這個工程器沒有辦法蓋好的話 就沒有投石車 沒有投石車的話 就很難反制這些戰毛兵 好像黃金木胎狗 因為跑出來敲TC的關係 3TC開農 好投石車沒有辦法按 先按一台奴套 唉又有轉投石車 ok我覺得轉投石車真的比較好 今天對方有正毛兵 但這波丹尼爾想要先優幻 就讓對方這裡有一波 工程器 這裡有一波工兵可以抓 因為自己有戰 正面打起來肯定比較舒服 但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情況都不同 壓力就會很大 你不知道他這個投石車哪時候會出來 壓力是非常大的 ok那WildWin果然是轉工兵配投石車的路線 這樣對手不管打什麼 自己都有稍微能反制的方法 那這裡工程器製造所補完之後 就可以考慮下修道院 好看這裡是先補大學 想要先點彈道學 好我們一開始繞 看看能不能抓一些村民 好路過就點一下村民 但是村民說村很快 YO反應速度還是有的 眼鏡的觀照應該有發現 YO跟肥龍他們的戰隊名稱有改變了 變成LY戰隊了 最近世紀帝國的戰隊也是更新的很快 有些人加入有些人退出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過多去思考 這個世紀帝國圈是不是不行 所以要說他不行的話 他也確實是不行 他要他行的話他確實也行 所以行不行這件事情 大家不用去太過揣測 因為這種事情是我們一般觀眾或玩家 沒有辦法決定的 還是要由大家共同支持 Cd5這個圈子才有用的 個人的判斷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是認為大家還是 有現在有這個精彩比賽可以觀賞 就盡情享受就好 其他事情不用想太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唉唷 這一串又被拿散 好結果這一坨工兵撞戰矛 損失了一堆數量 現在彈道學上去工兵這一坨 希望可以打出一些 平濟優勢 好彈道學衣好 殺一隻 再射一下 8隻工兵 沒有辦法秒殺一隻村民的樣子 可以了 好像是有些箭矢打歪的樣子 好現在有修道院了 那為什麼賽特人這個打法是這麼自立式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工兵單位雖然可以保護 投石車 但投石車如果被大量騎士淹上來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直接收掉 所以如果有一些修道院生旅可以招強騎士的話 可以馬上把這個衝鋒騎士給抓掉 自己的工兵也會負擔比較小一點 也會算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反制方法 好這邊敲掉工程器之後 馬上自滴工程器 自滴騎士 而且這個騎士被招掉很虧 好 YO這邊 是選擇了 繼續轉工兵 加生旅投車的路線 加逆爾這邊是選擇了戰矛 跟騎士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優點呢 是正面打工程器很強 而且打工兵如果二級馬卡有的話 也稍微能打工兵 畢竟是量多嘛 就直接撞在臉上 好 那戰矛兵反制工兵就很簡單了 好 那以轉兵來說 丹尼爾這邊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原戰矛兵工兵 要反制生旅是 是很有用的 但是遇到投石車就沒用了 這一拍下去有點舒服 這邊覺得 轉工兵好像有點貴了 開始轉戰矛兵了 那這邊轉戰矛的話 也只是想要跟對方的工兵 戰矛做個抗衡 也不是拿來打騎士的 那如果以反制手段來講的話 這時候轉戰矛兵也不錯 並且投石車當作主力進攻 戰矛防守 生旅防守對方的騎士 可能會更適合 OK 那現在這個局面 賽爾特人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沒有前置工程器的話 就很容易在工程器移動途中 被騎士抓掉 可能往前的話 也只能稍微小打小鬧 這邊遭翔 沒有成功 選擇了回頭撿生物 上方的戰矛兵 反擊回去 將工兵保存數量還真好 歪歐這一波 應該要先破門 先要先拆TC 但不管要走哪裡 都是有點深入了 好 左側這邊再次過來騷擾 丹尼爾這一波 又要收村 現在 丹尼爾 是Wild又要收村 但是Wild雖然一直收村 但是村民宿支援量 一直領先 領先了2000支援 當然這個最大的原因是 丹尼爾這邊TC 開得比較慢的關係 所以並不是因為 等一下 拖石車一直想預判 丹尼爾沒有預判到 再來一發 走車砸騎士 哇這個預判漂亮 右邊砸下 雙翔炮 左邊工兵砸來 右邊拖石車也被砸了 OK 現在丹尼爾 開始打出 自己的優勢 YO 控不過來 送掉了兵 現在 家裡也是一直被燒了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專心控前線 好剩下兩支控兵 但YO也不想控了 好 結果到野外偷打野 哇這個打野資源其實蠻豐富的 這7條路吃一吃有破仙的肉 快要破仙了 好 那野豬吃一吃哇就破仙了 好中間丹尼爾補下一根城堡 看來是要轉中後期囉 好 YL補下了一根城堡也在前線 唉唷 這個投石車砸掉換掉 那 突然交戰 看到城堡還是選擇撤退 丹尼爾 決定要轉青茶 但是遇到賽爾特人的投石車 青茶看得住嗎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黃金喔 並不是那麼多喔 而且都是零散分散在地圖上的 所以如果要帶啊 這種大量黃金病的話 可能會有點吃力 因為黃金開採 並不是那麼的容易喔 好投石車兩邊複雜 帶青茶出來之後 打投石車傷害其實也不錯 好先點掉這些生鋁 兩個次生鋁被點掉 投石想要兌換 但是沒有成功 那丹尼爾這波投石車 還是拿到了一點優勢 YO 正面補了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還想要去防守 兩邊可能要小打小鬧到帝王時代了 其實兩邊都沒什麼在出兵喔 兵塔也都是慢慢出而已 好YO這邊轉出了中藍武士 中藍武士出來之後 應該就會比較好扛正面 那現在還是要靠戰毛兵 稍微做防守 然後戰毛有這個三級的弓箭鎧甲 把塔青茶防守的話 還算是堪用 這樣 好撞城堡囉 好升到帝王時代 先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還有手吹車 丹尼爾則是點下了二級馬卡 跟二級蛙精 只能一級攻喔 來庫曼這邊是想要轉一些肉馬 當作坦克 好上方有一波小打鬥 松藍武士直接溜了進來 打破這個洞 好家裡現在有一個隱寬在 天城趕快拉回家做處理 好這邊是決定要轉草原騎兵 而不是肉馬 第一時間戳掉 這一個巨型投死機 但第二台巨頭沒有打算硬吃 因為後面還有投死機 好這邊躲掉了箭矢之後 到城堡裡面稍微休息 但這個城堡被兩台巨頭攻城 血量掉的有點快速 現在賽特人也點下了自己的金罐 金罐 金瑞升級 松藍武士 現在傷害來到了14點 綁目力的部分已經全滿 OK 松藍武士是一個擁有遊俠攻擊力的復兵單位 18點傷害非常可怕 而且移動之快 這個賽特人通常不會去升級遊俠 就是因為他本身的寶兵單位 跟遊俠的數值沒什麼兩樣 而且造價更便宜 但是他的升級也是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 而且有城堡的產值限制 所以如果需要用到類似遊俠的東西時候 還是會先使用這個中藍武士 那真的沒有城堡的時候 再去升遊俠 我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轉兵想法 好 外優這邊是點下了槍兵升級 丹尼爾這邊草雲騎兵出動 14隻 要往前了嗎 但我覺得這邊往前不太好 自己還沒有點下金瑞版本喔 我應該是沒空好嗎 確定 還是你只是想要做操作呢 好 草雲騎兵對打的話 如果被魔導是很害怕的 所以這邊再打下去 對於庫曼仁來說是有點虧的 還好庫曼仁這邊馬舟雖然一直被拆 但他的馬舟很便宜喔 進行蓋 好 蓋不用錢 想說不用錢一直蓋 也沒有問題的 OK 後面我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希望可以把鑽線往後拉 哇唷 帝王時代打的是 中藍武士 然後稍微偏經濟起的打法 巨型投擲機按了很多台 來 過曼這裡並沒有繼續打青塔路線 開始走進戰單位了 地雷草雲騎兵才有40秒時間 這邊要小心手足 打了一發兔子車 槍兵要小心 不要被自己的兔子車砸到 這個兔子車真的是 但是看起來有點危險 好 青塔過來了 想要點頭子車嗎 沒有 現在要來打這些槍兵 但是 這馬好像還沒有點化學阿 補救兵找到了一個機會 抓掉了大量村民 所知村民死在了松藍武士的 鎖頭之下 正面的槍兵直接對草雲騎兵 付出但草雲騎兵死傷一次很大 草雲騎兵死傷一次很大 草雲騎兵死傷一次很大 但是對打槍兵的時候還是會打輸 草雲騎兵就是這麼的強大 但是現在草雲騎兵有數量上的優勢 開始要抓雲騎兵 這一坨的松藍武士 開始到處騷擾 走進去 地獄自殺 好 地獄頭最後被收掉了三台 欸 兩台 第三台 第四台 好像暫時沒事 好 現在庫曼的城堡越來越少 但是還是堅持打草雲騎兵 沒有打算要轉青茶的意思 那我是覺得這邊可能還是要轉青茶 畢竟這個松藍武士 如果是槍兵 都還是需要一個遠程單位做處理 那庫曼的遠程單位 也只有重頭跟戰毛兵 跟自己的青茶能用 只有這三個選項 那戰毛兵打擊兵雖然有用 但是打松藍武士是很沒有用的單位 所以庫曼只能選擇青茶或投石車 折一選擇去打後排 這算是庫曼後期比較科技缺乏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要正面突破的話 復兵路線 就算轉劍兵勇士打 也不是這麼的有划算 因為雖然武士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而且傷害值也特別高 好 但這邊有一坨草雲騎兵開始入侵後方 YO後面死了一堆村民 現在左右兩邊開攻 丹尼爾終於不打正面 不打正面是對的 好 這裡要嘗試突破木牆 但是這邊石牆蓋得很快 好 這邊大概繼續蓋繼續蓋 喔 防守沒問題 但左邊已經溜了進來 成功守住了右邊 但左邊溜了進來 左右開攻有用 YO拉了大量槍兵跟收藍武士回救 防守守秘書下降到只剩下不到100吋 99吋 這邊的草雲騎兵又撞到了槍兵 但槍兵數量很少 草雲騎兵應該沒有問題 草雲騎兵應該沒有問題 草雲騎兵收藍武士也要趕快找的機會 打進去 好 右邊又抓到了 槍兵這次撞到了 鐵上 之後草雲騎兵還是被槍兵給收乾了 OK 現在目前對丹尼爾來說 狀況是非常好的 突然從烈勢變成優勢方了 不然看YO這邊支援 反而剛剛已經領先了5000支援 經過此戰之後 臭名數下降很多 要稍微回農一下 支援量可能會被庫曼給追上了 不過這波有點小虧 有點太釣魚親信了 沒想到草雲騎兵直接溜到了後方 好 前方的兩台巨頭也順利拿下 這些槍兵還是要直接吃掉 那草雲騎兵的優點呢 就是造價便宜喔 而且庫曼人有這個大草雲耕種技術 可以讓草雲騎兵或大陸馬清採製造速度更快 所以要大量生產騎兵單位的時候 他有點算是馬舊版的哥德 個人的想法 庫曼有這種感覺齁 騎馬版的哥德 好 左側收藍武士 想要抓左邊的礦虛 在左邊礦虛有草雲騎兵在幫忙 補兵速度很快 後面還有城堡在幫忙輸出 這一波草雲騎兵順利的手下 好 外遊現在有點難打了 還是重新產巨頭 還是想要去給壓力 但是這次的集結點 有可能是在左側這個位置 來 破一下 右邊有草雲騎兵 現在四處都有草雲騎兵 感覺這張地圖蠻適合草雲騎兵 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去做交換 好 巨頭四台先聚集在正面的位置 但是下方這裡依舊沒有補動喔 完了 又要再溜進來一次 真的是Holy shit 完蛋 這裡要守思城的東西 這就意味著 蟲蠻會跑出來 跑出來的話就可以拉草雲去打架 後來用蟲蠻書一直往下掉 這裡巨型頭C 趕快加把機會 開始左邊的圍劍 但是大方的松蘭武士 別想要突入進去 但是草原騎兵 又再次守住了松蘭武士 右側的松蘭武士 現在無能發入 對著在這些防止巨型輸出 但還好家裡有一坨槍兵回守了 好 但這坨槍兵能夠真的守得住嗎 我覺得這裡還是要先把巨型頭C先拿下來比較好 看歪歪這邊的槍兵數量有點多 看這邊這些草棋數量應該可以設定碾壓 沒有問題 巨頭實際想要跑 好人騎兵趕快追上 一搓就是一槍就是一個巨頭 把這個傷害極高 好 四台巨頭拿下 趕快脫離城堡市城範圍內 上方又有一個槍兵加上 東蘭武士再次騷擾了這片農田 現在情況對於庫蘭來說 稍微有點不利了 但歪歪這邊也是很不利 村民數沒有拉起來 只有94村而已 庫曼支援量快要追到歪歪的支援量了 好 安妮爾現在有點麻煩 繼續走草棋有點正面硬鋼的感覺 如果鋼不贏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YO換支援換到贏的 好 又一波草原騎兵從右側繞 這次有宋蘭武士在右側抓到了 這一坨草原騎兵的行蹤 好 這次過來也想抓村民 但是這次有槍兵防守 現在YO已經加強了左邊的防禦 這片部分要繼續推進 但是還是要繼續蓋保往前 但現在要繼續蓋保到需要挖石頭 但現在能安全挖石頭地方並不多 好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採支援點的問題 上地鐵的問題就是這樣 石頭黃金都有點難採 好 先來看上方這裡 這裡看起來沒問題 下方的草原騎兵原地開打 直接收掉了非常多的抗兵單位 有時候讓草原騎兵自己輸出的話 反而低PS 這個會更高一點 傷害會更好一些 因為有時候你一直在控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攻擊傷害完全打出來 好 這波草原騎兵數量有點大 但是Wild的槍兵數量也是有點多 但是這一坨槍兵 來不及回救 草原騎兵再次抓到了大量的村民 哇 這個槍兵在後面山山來遲啊 Wild的村民數剩下89村 丹尼爾這一波打到 Wild有點生活無法治理 要一直收村才行 但是Wild這裡也是有進行反擊 重量武士也抓到了一些村民 差了10村 現在兩邊 村民數下降的都有點快 但是村民數還是庫曼領先 庫曼支援量稍微有點下降的原因 所以Wild支援又再次反超了 好 丹尼爾這邊庫曼 炸起了巨頭 開始工程了 好 村民的位置 補了一根城堡 我今天把城堡放在田裡面 防守就會輕鬆許多 但是Wild還是沒有石頭 可以做這種事情 因為現在城堡已經沒有石頭可以收 還要靠買賣才可以 圖曼這邊轉出了一些馬功 哇 村蘭武士抓掉了一台巨頭 後來城堡有機會活下來 炸完奇兵在家裡被戳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這波倉兵跟村蘭武士 再次中到了城堡 好 宋蘭武士 現在有點難按 現在要先補一些村民 現在大量槍兵可以守住 郭曼這裡有安血戰術的關係 打槍兵傷害其實很痛喔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馬功勢比我加3 對於槍兵的話是4點傷害 好 YO居然 這時候才補下3攻 我剛剛也沒發現他沒點3攻阿 但我這個打不進去並不是3攻的問題 是真的村民被抓太多 還是要先把家裡圍起來呢 好 左邊洞圍死了 但這咪依舊還有地方可以過來 這要真的完全圍死的話 又要耗費大量的操作力 好 後來我再右側 成功把路牆給打破 這裡也重新補了一根城堡 這個城堡有機會嗎 感覺死傷會有點多 好 但下方這邊 已經被拆TZ 兩邊都是一個互相 瘋狂偷來偷去的一場比賽 好 這個部分馬功勢量慢慢前行 好 既然起平 開始被戳爛 戳爛無視 後方只剩下少量的兩隻 好 這場比賽 不知道兩邊已經出了多少槍兵跟草藝騎兵 其實我覺得蠻罕見的 這場比賽居然會出到這麼多草騎跟槍兵啊 哈哈 有點罕見啊 高手們其實是很少打大鷹兵種 一直打到底狀況 好 右手邊 三隻鏡頭 腳被拆了 那個城堡應該是拆不掉 好 威歐跟丹尼爾穿不住 終於又拉了回來 基本上全身是107吋 差距30吋的師緣 好 一旦大量槍兵過來 草藍的起平就只能撤退 但這邊沒有轉輕查 而是轉一般的奶風而已 好 現在丹尼爾開始轉出了更多馬功跟草旗 資源已經來到了限定 YO這邊資源量也是很少 但是黃金是庫存還是很多 因為這邊YO大部分用的進攻單位是槍兵喔 雖然武士雖然也是 但是數量沒到那麼多 而且雖然武士的造價成本真的很便宜喔 所以地獄時代很適合打步兵喔 好 這裡右側又想要出來抽抽外礦 看起來丹尼爾右邊挖礦需要一段路 上面的部分又有大量槍兵衝進去 絕 丹尼爾快要扛不住 YO的經濟 慢轉跑 資源量又緩 又超過了 出慢 欸不對喔 丹尼爾好像一次都沒有超過YO的樣子 哇 這就是賽特人嗎 經濟這麼的好 好 現在馬風一直拉打 開始YO這邊就很簡單 一直按槍兵跟雙爛武士 如果被馬功拉打的話 就給他打吧 好 左邊大量的雙爛武士抓到左邊的礦曲村民 這一波要是全部打死 丹尼爾可能要打出GG囉 好 就右側這一波 大量的雙爛武士過來防守 最近的11還是被拆掉 他應該只會被拆一台 還沒追蹤 左邊的雙爛武士砍得很開心 還在砍 這時候丹尼爾果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是出了203隻的雙爛武士 跟224隻的草原騎兵 帝國戰爭打到這種程度 真的是相當不容易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YO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食物 黃金 木材都有拿到資源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字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